我们的维和部队一直是树立在国际上的一面旗帜 彰显大国风度 由刘伟强监制 李达超指导的维和防暴队宣布杀青 这部电影由黄景瑜、王一博、钟楚希、张哲瀚、谷嘉诚等新生派演员主演 王一博和张哲瀚两位近年来大伙的演员 穿着维和服装的照片亮相之后 还上不少小伙伴惊叹 这两位颜值果然高 此前黄景瑜就曾参演过大伙的红海行动 这一次维和服装亮相一脸正气让人不禁忌待起这部电影来烙 据悉维和防暴队将会在2022年上映 这部电影也是彰显我们维和力量的一部重能量影片 这么多年来 中国维和力量一直在战火纷飞的国度保护着平民的安全 他们触摸于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为困苦的人民撑起一片属于和平的净土 他们凭借着高素质对人民负责 对国家负责的作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 在这一部电影中 青年演员们将以自己精湛的演技 展现维和部队出生入死的日常 带着演迷们进一步走进维和部队的日常生活 相信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